看看新闻网 特新公益慈善的形象 其实早已深入人心 而此次他的众多头衔中 又增加了极具意义的一项 那就是圆明园文武回归大使 神话看见吗 神话里面有一句对白 我相信大家 你们会记住这个国家 是八字内心讲出来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 到人家的国家 把人家的文物 给抢了摆在自己国家的国家 说是跟我们那边找出 其实是在我们那边 我曾经记得我在戏院的时候 看见这对白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在戏院 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半 也很有幸的成为 圆明园的回归文武大使 之所以会担负起这样一项 独具意义的头衔 其实和成龙今年即将推出的新篇 十二生肖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 即将在今年年底上映的十二生肖 讲述的正是成龙毕竟坎坷 将圆明园失散的十二生肖兽手 送回中国的故事 为了契合新篇的主题 活动当天 成龙就特意向圆明园 赠送了一套复制版的十二生肖兽手 虽然只是复制版 但成龙却表示 每尊兽手的做工都十分精良 据悉此次成龙共打造了十二套兽手仿制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还将走访各地 将他们派赠给各大历史博物馆 而此举的意义正是呼吁更多人 来尊重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期盼遗失的文物早日回归 我就用这个心得来代替 可以摆在圆明园这边 让一些观光的人 世界各地来的游客 都可以看得见 曾经我们有非辉煌的 这个圆明园在这边 而且也给他们知道 十二生肖是属于中国的 是属于圆明园的 娱乐青天地 严思达北京报道